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位于台中市水南智慧城的中央公园将于明年启用建设局除了规划五大制洪池调节现地气候,更进一步增值约8900余株桥木,以台湾五大阔叶木等珍贵树种等原生树种为主,加上既有桥木约1600余株纳入公园设计保留种植,全区树木加总可大约1万棵树木。 此外,由于水南智慧城的中央公园将于明年启用,因此原区智慧灯杆将于今年底完成测试,明年3月全区完工,8月开始是营运。 中央公园为占地67余公顷的南北走向公园,地形为起伏特性原为水南机场用地的中央公园,在机场时期已种植芒果、正荣等1000多颗桥木。 建设局长黄玉林表示,为了要让中央公园成为全台首座都会区大型智慧低碳公园,建设局除了规划五大制洪池调节现地气候,更进一步增值约8900余株桥木, 以台湾五大阔叶木,像是茅矢、乌青石、黄莲木、张树、举木以及牛章、台湾红豆等珍贵树种等原生树种为主,比例约80%。 其余规划其他桥木树种,加上既有桥木约1600余株纳入公园设计保留种植, 全区树木加总可达约1万棵树木,打造中央公园成为低碳生态森林公园。 黄玉玲指出目前位于中间区块的第一标面积约15,29公顷预计年底完工区域,内树木约3120颗第二标面积52,05公顷将于年底完成基础设施区内以植树700株加总约6096株。 黄玉玲并指出为打造中央公园成为台中市最大亮点公园市府与具有罗福工养司分管设计经验的法国知名景观设计师Catherine Mossbatch合作, 结合Philip Rom Architects及刘培森建筑师事务所共同规划设计国际及创新理念指标性递进,期待明年完工后带给民众崭新且多样性的体验。